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呀 欢迎来到今天的和平精英挑战环节 在上期视频中呢 点赞最多的是这位叫做TFBOYS的小陈海的同学 当然我挑战的是用SLR服装背景师姐 而且评论区下方很多小伙伴都刷SLR的刷新率很低 甚至比M24还要低 我去真的假的呀 你们可别骗我呀 看来是时候要展现我的欧皇体制了 好了下面呢 还是先让我们来抽取一下今天的惩罚吧 今天剩下本周的最后一个惩罚了 那咱们也不用抽了 最后一个惩罚呢 就是给老师打电话让他唱歌嘛 这个惩罚我还是蛮喜欢的 所以呢我们先进入挑战吧 天天玩游戏日日看板娘 我就是传说中的宇宙超级评理国王小薇 今天是我接受粉丝挑战的第45天 小白马你们都说这SLR刷新率很低 有人还说甚至比M24都稀有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呀 不过想想也确实啊 我也很少能在一场游戏里看到这把枪的踪影啊 好了这要是找不到SLR 那受到惩罚的不就是鸡哥了吗 对啊惩罚鸡哥 哎呀那咱们不着急慢慢找 不要紧不要紧 就算找不到也无所谓的呀 小白马你们不是说这枪刷新率低的吗 就刚刚我去的那个核电站 租租刷了三把呀你敢信 本来想着看鸡哥的 不是不是 本来想着如果因为找不到枪输了 那还情有可原啊 哪是不得已惩罚鸡哥 现在找到了啊 那我不能不拿呀 我得对鸡哥负责是不是啊 嗯 长长还剩十一个敌人了 这把我也是一路顺风顺水的就进入了决赛圈啊 都没碰到什么人啊你敢信 哎不对 我楼下有脚步 哎他进我房子了 我去还好我是个三级甲啊 不然差点我就死了 长长还剩七个敌人了 啊可是这圈刷的 我是真不知道该去哪啊 哎算了就这吧 哎哎哎哎我去 怎么这里还有一个人啊 哎完了完了我快被削了 哎呦吓死我了 还好我把他杀了呀 没想到这里居然还有个伏地膜呀 长长还剩两个敌人了 我还在圈里位置也不错 这把吃鸡是很有希望的 哎我看到人了 nice 1比1了 我听到脚步声了 应该是在我前面那个树后 咱们不着急啊 我还在最后的圈中心 而且有车座掩体 这把只要不出意外 肯定能掐击 哎看到他了 哎这个人好像没发现我 他好像真的没有看到我 但是这个位置不太容易出现 咱们不着急 来来来来 最后的1比1 battle了 成功掐击 我又掐击了 你们感性 哎呀最后一波情妄绕住 救我你们 精不精彩 不过呢今天虽然我是成功了 但是呢 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能放过老司机的 所以这个惩罚呢 我们就顺言至明天吧 好不好 我相信这么顺言下去 总有一天会失败的 当我失败的那一天 鸡哥 你给我等着 好了老规矩 大家有什么想想我挑战的呢 赶紧在评论区留言 点赞最高的那一条 明天我会去挑战的 拜拜